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小孩 如果你忘记了 可以看看《小王子》这部电影 或《小王子》这本书 我是Ambor彩虹姐姐 今天为大家分享《小王子》看后心得 第一,同样的照片 每个人诠释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第二,容许多姿多彩的生活 而不是一帆分顺 让孩子体验生活 容许犯错的机会 第三,对自己看不顺眼的事物 要多做清理 第四,父母为孩子安排的人生 是孩子的人生吗 第五,忙碌的生活 是否有停下脚步陪伴孩子成长呢 生活是一个探索的旅程 保持好奇心和开放的心 去做更多的爱与连接 第七,感情世界里 有一份接纳彼此的不相同和真心相待 第八,每个来到我们生命中的事物 都有原因 不要以貌取人 第九,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得真切 第十,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成长 在于遗忘 第十一,心心对每个人的定义不同 第十二,肯定自己 看到自己的价值 第十三,心存感恩 这十三点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谢谢小王子带给我满满的感动 红姐姐陪你阅读和看电影 我们下一集见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我的YouTube channel